一袋袋口罩 箱子裡拿出一袋袋口罩 開始分裝 人員快手沒停過 但這裡不是藥局 是郵局的郵務室 明天早上七點 郵局人員得提前 把中央送來的口罩 做第一步的分裝 另外本業送信也不能忘 全部準備好才能出發 每個郵差集成後頭 信件口罩堆起來 就快跟郵差一樣高 台中港郵局 下區內的藥局有58個 每天要分送3萬5千個口罩 加上每週的3600瓶酒精 郵務人員的工作量明顯增加 郵差在外跑來跑去 第一線送信送口罩 但他們自己戴的卻是不口罩 我們現在還是沒有辦法說 每人分配一個 一個人一個口罩都不夠用 已經是郵差的常態 以台中港郵局為例 130名員工有90人需要外勤 但中央一開始一天只發40個 翻譯後增加到60個 但還是遠遠不足 郵差們只能重複佩戴 平均一個口罩要戴兩天以上 說真的一天一個都幾乎都差不多 沒有辦法用了 口罩遠遠不夠還能怎麼辦 自製的布口罩 沒有防疫功能 也只能加減帶 疫情關鍵時刻 郵差們沒有辦法 畢竟口罩配送不能斷 基於使命感 大火硬著頭皮也得送 再多的恐慌無奈 只能往肚裡吞 接著王毅超領尾之輪 這一間警察台中 採訪報導